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经文善能秘义一切众生 明饶一行 华言经卷十九 诗心品第二十一之一 佛子 菩萨不以御音缘故 恼于众生 明舍生命 而终不做恼众生事 菩萨自得见佛以来 未曾心生以念欲想 何况从事 若或从事无有自处 而时菩萨伴做事命 以切众生 于常业中想念五欲 至上五欲 穿索五欲 其心决定 丹染神秘 随其流转 不得自在 我今应当 历史诸魔 及诸天女 以切众生 肃无上界 肃性戒影 于一切智 心无退转 得阿妙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入于无余涅槃 何以故 此次我等所应作业 因随诸佛如事修学 做事学矣 离诸二行 既我无知 一致入于一切佛法 为众生说 令图践倒 主题 实行 饶一行 随诸佛修学 虾文 涅槃有三种 有余涅槃 是二圣人 所证得的境界 无余涅槃 是菩萨 所证得的境界 修信涅槃 是诸佛 所证得的境界 以上虾文 至此 供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嫩言一千日 第五百二十四日 我们要继续谈 饶意行 这个饶意行 是 嫩言经理 要讲到修正的位置 这个修正 是有修就有正 如果没有修 他自然也有他的因果 所以这里讲到的是 染缘起 跟禁缘起 那从禁的这种方向来走 随所发行 安利 圣位 我们要修行 就是要有一个结果 如果不修 那也会有不修的结果 修行的结果 就是成道正果 成道正果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状态 他也不是终点 也不是起点 所以我们要了解 在每一个阶段 要学的是哪些内容 会有什么效果 那这里呢 我们谈到的是 菩萨的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妙觉 这些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到这边呢 已经讲到 饶意行 这个饶意行 这个饶意行 是实行的第二个 对应的是持戒 他讲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 名饶意行 如果要修饶意行 他是什么状态 就是他已经能够善于利益一切众生 那这个善 是怎么样的善呢 就是在自己的身心当中呢 产生一种功德力 所以在华言经理所讲到的 饶意行 他说 菩萨 互持境界 我一般以为呢 要修行啊 就是要很有能力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 那自己好像状态 没有那么的刚刚好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修这个饶意行呢 其实所有的修行很简单 就是自己互持自己的界法 当自己的身心 在一切的色身相畏处 心无所拙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饶意众生的事情 那不但如此啊 自己也能够为众生劝发 为大众说 持界是很殊胜的 那么这个就是饶意啊 我们一般呢 在这个世间 要真正能够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修行方法 可能有的人喜欢念佛 喜欢打坐 有的人喜欢听法 那有的人喜欢行善 不管你做的是哪一个法门 最重要的 这个根本就是 要心无所拙 那心无所拙 你的心才不会烦恼 那没有烦恼 就是对众生最大的饶意 因此呢 要不烦恼 那就是从持戒开始来做 那持戒要持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持到啊 有很多的魔王都来诱惑你 或者是有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诱惑 好的境界也好 恶的境界也好 让你的心迷惑了 让你的心动摇了 那你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持戒 那这个就是要做到的目标 为什么菩萨他能够面对这些境界 都不动摇呢 因为菩萨很有智慧 所以他就会知道 这个如果沉溺在这种色身相畏处 或者是五欲的境界里面 那这是障碍自己的成就 障碍自己的道业 所以他面对这一切境 很简单 他就是守护着自己的清净心 那除非他是要度化众生 否则他不会陷入一个五欲的状态 那在这边今天我们要继续都说 菩萨不以欲因缘故 恼于众生 因为他要修这个饶意 要利乐有情 要善能利益众生 所以他不会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去伤害众生 有些人他就是只要我喜欢 我开心 那管别人 他受苦受难 那是他家的事 我只要开心就好 所以这就是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想 那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自私自利 每一个人都只有为了自己而伤害别人 最后就互相伤害 那菩萨他不会这样子 所以他会逆转所有的恶的源 那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欲望 或者是为了某一种目的而伤害一切的众生 包括小小的众生 他依然如此 那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宁舍生命而终不做脑众生事 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因为一般人都是 只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那我就管他的先牺牲别人再说 那自己安乐最快最重要 可是菩萨他因为有一个心中最大的信仰 他最高的就是就近成佛 所以当他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 他的原则永远都是 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不会去结下伤害众生的缘跟造这个业 所以菩萨自得见佛以来 未曾新生一念欲想 何况从事 若或从事 无有是处 这边就讲到 菩萨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也会忍住 不会为了自己的欲望 没关系 那我现在先让自己满足一下 不管别人 他从来都没有这个念头 那更何况还会去做呢 所以在这里就讲到 他连心都不会起 那连做都不可能了 而时日菩萨但做试念 一切众生于长夜中想念五欲 去向五欲 贪着五欲 其心决定 当然沉溺 随其流转不得自在 他说众生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那一切的众生也是如此 都是为了这个五欲 你看这个人 他为什么这么拼 他为了名利财色 为了色宣香味处 为了他的贪 那他可以一直不断的 从早到晚都在思念这件事 那一直努力的 想尽办法的 要往这个欲望去走 去钻 然后他单着 贪着在里面 他好像这个得到了 就非常非常的快乐 可是得到了之后 失去又很痛苦 所以他要不断不断的去追求 去随着他而转 我们看到这个世间 所有的现象几乎如此 那为什么人会吵架 为什么彼此会有战争 或者是有这些 你争我夺呢 其实归根结底 都是一种什么欲望 都是为了欲望 所以有的人讲的冠冕堂皇 好像我要为了谁 其实你最后会看到 这不是菩萨 没有一个是菩萨 大家都是有自私自利的 自己心里面的欲望 在那个地方作祟 所以他就会随着 这个欲望的状态 他就怎样 不得自在 那这边呢 就可以知道说 那菩萨呢 就会观察到这个现象 那菩萨他自己怎么说呢 他自己怎么做呢 他说 我今应当令此诸魔 及一切众生 还有天女 所以才会这么的痛苦 当然在其中 变成魔了 那他怎么办 就要让大众彻底的 能够让自己 让自己持戒 而且他还让一切诸魔 及天女 一切众生 诸无上界 诸境界已于一切智 心无退转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不低 乃至入于无余念 所应作业 因随诸佛 如是修学 做是学矣 离诸恶行 既我无知 已至入于一切佛法 为众生说 令除颠倒 所以这里就讲 说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作为一个菩萨 我应该要怎样 我就是要跟佛学习 那么佛陀怎么做呢 佛陀最重要的 就是持戒 他最重要的教导 就是出家 或者是在家 我要来学佛 第一件事就是三规五戒 那三规五戒呢 然后再进一步受菩萨戒 那再来 也要出家 出家为什么叫出家 不是剃了头啊 他就是受持出家的戒 所以归根结底呢 只要开始戒 你就开始往佛的方向再走 你就往一切智的方向再走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有智慧 而且呢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入于无余涅盘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佛陀最简单的教导 他就 哦 学佛到底要怎么学 就从持戒开始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讲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界 如果你能够持这个境界呢 你就是诸佛所赞叹 因为佛就是这样教 你不用说 我要找很多好吃的来供养佛 或者是唱歌跳舞来供养佛 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我要用最厉害的来供养佛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持清境界法 就是供养佛 就是供养众生 就是最好的佛弟子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饶益众生 那你怎么样帮助他 你不是买礼物送给他 你最简单的呢 你要真正的救到一个人 你就劝他受戒 受菩萨戒 那你只要受菩萨戒 你的 你的什么 对他的责任 就差不多可以了 你就无憾了 有些人说 我对我的孩子 我要尽心尽力 我要照顾他 我要养他 养到几岁 二十岁 其实二十岁 你还不是真的是照顾他 你只有让他受了戒 受了菩萨戒 那你就是对他责任 真的就了了 因为他只要开始进入了 佛的戒法 他就一路平安 就安全了 你如果没有让他学习佛法 你可能到七到八十 你还要养他 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 他不会落入险难 也不会没有办法保证 他不会被人家怎么样 那只有受持戒法的人 他是诸佛护念的 那他这个就是最安全的一条路 所以呢 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 名饶益行啊 你要怎么利益 就是自己持戒 然后劝大众持戒 这就是最好的饶益行 好 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基督佛 非常的明确 那些事是不能做的 后来他听了师父的开始以后 才知道原来 戒律不是一种限制 而是一种保护 跟福报的显现 当这种概念 也经历起来的时候 师兄就开始读树了 且又他又指出呢 法国人喝酒 就像喝开水一样 如果持不饮酒的罪 不饮酒的戒 就能够利益自己 而且利益他人 这样的话 吃树也就可以拯救 许多众生 这时候一位师兄说 原本以为 欢喜行是 让自己先开心 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劳逸行 才是推及几人 后来才知道 不管是欢喜行 还是劳逸行 都是 自己和群众的关系 且是分不开的 不管是欢喜行 也就是说 当众生都欢喜的时候 自己就很开心 也很欢喜 当众生都得到利益的时候 自己也就能够得到利益 可是他就问呢 那如何持续呢 因为在行的当中呢 心里还是有许多的OS 有时候很顺利 有时候就会被 自己的习性所谋考 是否有一种法门 可以突破谋考 而能让自己 都一直欢喜 一直都持见呢 另一个师兄就建议说 他在研读金刚经的时候呢 就了解到 维持这种 一直前进的心 就是要持金刚经中 所说的发土提心 另外一位师兄就说 他近日呢 在读圣经 圣经上面说 凡事皆可以做 但不是每件事 都是有利处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去做有利处的事情 只要做了有利的事情呢 他就觉得跟持戒很相 不持戒的 所做的事 就通常是无利的事 而自己也不会得到利益 以上是第五组的师兄们的分享 感恩师父 好 谢谢第五组的分享 第五组呢 在这个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人呢 对于这个持戒跟戒律 还有饶义行 有时候会用自己的想法去猜 或者是推论 这佛法最难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学佛 都是从自己的理解当中 来认识佛教 那不是从实践当中来认识 那这个就会造成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预设立场 那这个修行呢 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是实践 理论再多 如果他不能行 空有理论也是空谈 而且很容易造成一种误区 就像我们常常说 哎呀我要对你好 我要对你好 我好喜欢你 我对你很好 可是事实上呢 只是嘴巴讲 嘴巴讲呢 跟实际上是有差距的 如果这个人 他不是只有嘴巴讲 他是实际上在做 你其实是看得出来 也感受得到 所以真正要饶意众生呢 其实也不是靠嘴巴讲 就是你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持戒 持戒之人 他自己的内心 会产生一种功德力 所以他走到哪里呢 这所谓的道高龙虎福 得众鬼神亲 我们以前在刚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高僧大德的一种修为 他要修到高僧 他才有办法道高龙虎福 就是龙跟虎都能够降服 事实上呢 这个龙是什么 这个虎是什么 龙是我们的内心当中 常常变来变去的心思 虎呢 就是自己啊 这个无法降服的这些妄想 那如果呢 你的修行 可以把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贼 可以降服啊 那真的就是最厉害的一个修行人 同样的 你内心的龙跟虎可以服 那当然在外面 你遇到的这些龙跟虎啊 人家说什么卧虎长龙 或者是这个龙坛虎穴 其实呢 就在讲这个江湖险恶 外面的这个猛兽啊 你一看你就知道 他很可怕 你会小心 可是有的人 他的心比猛兽还要可怕 你却不知道要怎么相服他 所以 所有自己在修为上啊 实际上去持守这个清净的戒法 他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功德力 所以这个就是道高龙虎福啊 得众鬼神亲 连鬼跟神都能够钦佩 能够恭敬 那这是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啊 一般人哦 可以做表面功夫 如果做表面功夫 你可以骗得了普通人 但是你一定骗不了鬼神 那什么人才能够被鬼神所恭敬呢 那你不用告诉他说 我对你很好 你也不用冠冕堂皇的去做一些表面功夫 因为对鬼跟神呢 最直接的就是你的心 那你的心如果亲近 他就会恭敬你 你的心如果是假的 在那边呢 虚应故事 那结果呢 你骗得了的都是笨的啦 就是没办法分辨嘛 那如果呢 你的内心啊 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鬼神也是一眼就看穿 所以修行人啊 常常不会像一般凡夫一样 总是在那边装模作样 他就是很老实的修行 也不会张扬 也不会做阳奉阴伟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的了解 这个心啊 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所以他只有只管在心地上下功夫 只管自己修持戒的这种功夫 这个戒最厉害的就是射心 你能够把心呢 照顾好 面对一切境界 心都不攀缘不颠倒 那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最高的境界 那什么时候你会感受到呢 就是一旦有鬼跟神 对你都能够钦佩万分的时候 你就知道啊 自己修行 有一点点的功夫了 否则啊 大部分的人都总是 就是在那个烦烦恼恼的状态 所以这修行呢 如果是达到这样的境界 就是在修持上真的有一点的成就 这叫做正 这正啊不是 要找谁来帮你印证 或者是你遇到一个人 来给你一些加持都不是 你自己修到那个程度 你就有那个效果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假守于他人 也没有办法呢 用假的方式去掩盖 很多人呢 现在这个成绩可以做假嘛 那或者是那个 修行啊 要骗别人 其实也可以装模作样啦 但是呢 唯有自己修正这件事情 是没办法骗的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心 那很多人都会花心思在 想要蒙骗别人 那这个就是浪费时间 你如果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却不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修行啊 那你只是在自己的 在耽误自己的修正 所以最重要的呢 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性解行政 这个部分 好 谢谢这个第五组的分享 那最后呢 最后啊 因为我们在9月4号 9月4号呢 开始呢 因为有很多人 他说师傅 我们现在啊 那个苗董楞严 已经500多级了 他说现在来读了 头昏脑脏 我都听不懂了 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呢 这不只是新加入的同学跟不上 那个已经上了500多级了 大概第一级也差不多 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们要从9月4号开始 我们从第一级开始回放 那回放的时候呢 为了要加深大家的印象 所以我们在每一段的后面呢 加上小测验 你可以重听 你也可以自己另外听 然后呢 在7点20分的时候 上线来抢达 那我们现在从9月4号开始 有6 从6点40分 就会有一个共修 就是把那个诵经的时间提前 那到7点10分的时候 开始放 像9月4号开始 就是放第一集 第一集 那第一集只有15分钟 15分钟的开始了之后呢 到7点25分 就会开始有三个到四个题目 来抢达 那抢达的方式呢 因为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方式呢 是要利用slido 所以大家要进入那个slido 不是在萤幕上点 要进入那个slido 所以请这个我们第五组的同学 分享一下slido的那个画面 你进入那个slido之后呢 这个主持人他会念题目 念题目啊 那你就 譬如说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slido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有法格 法巧 至淮 秀容 他加进来了 你也会看到你自己 你加入这个slido slido在下面的留言区里面 有连结 你可以连结进去之后 他虽然是英文界面 你也不要害怕 你看到那个空格 他就是可以加你的名字 加你的名字下去 好 那再来 那加进去之后呢 他会有第一题 来再往下第一题 加入第一 就有第一题 所以我们等大家 就是扫描上面的 那个rcode也可以 好 譬如说 好 第一题 就是 哪一个不是 迷利G的意思 这个是他们的题目 所以你就在上面看 有四个答案 然后你就点 但是不是在画面上点 你要在slido上面选答案 这样了解吗 好 假设是这样子 好 那没有人回答 有 然后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 边地之 卑贱种族吗 或者是第二个 遇不到佛的人吗 第三个是正恶佛法的人吗 第四个是奴中奴 其实那四个答案都不对 好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答案都不对 四个答案都不错 不是遇主到佛的人 这一题是谁出的 来 这个马上就有问题 来 这一题是谁出的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是第五组吗 不是 因为师父很 这是第五组吗 所以 所以我就是 找了一个之前的 拿来用而已 所以 不是这个 不是我们出的 我忘记是谁出的了 这一题 好 这个不是这个答案是错的 所以请指导法师要 在你们出题目之前 指导法师要先看过 那个指导法师 这一题是哪一组的 好 那就类似像这样 这样子大家知道吗 所以 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加入 在7点15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加入 然后呢 7点25分 开始出题目 你就可以在上面答案 答题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你的答案 看到是谁的答题是最 这个正确率最高 但是出题的要先给 那个指导法师看过 这个像刚才那个题目 就是都错了 哪一个不是产题的意思 产题 不是哦 这个是反向题 第一个不信因果 第二个不相信佛法 第三个断善根 第四个心攀缘一切善法 哪一个 你们讲给我听没有用 因为我不会帮你答题 你们要自己去答题 然后这 其实是是 答案是是 然后就错了 全错 不是 不是产题的 所以 一二三都是 所以要答什么 答是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各位 你也可以说 在线上看 然后法巧第一名 可以看到 法巧第一名 那圣华第二名 法门第三名 第四名是法格 第五名是法裕 这样 那你加入的时候 你要先写上你的名字 写第几组 零二 世建辉 这样子 零三 我是第三 第三组 张世伟 这样 那你就可以帮你的 组别加分 你如果最后 我们每一段时间 就会看 谁都是第一名 那个第三组 自己出题的 可以答 你们至少第三组 是都会第一名 这样 就是第三组 第四组的时候 就是第四组会第一名 但是如果大家都 能够出很好的题目 可以帮助自己复习 好 那我们明天再练习一次 明天的第六组 要麻烦第六组 要练习一次 然后第七组 再练习 我们连续练习三天 到礼拜一就正式开始 好 谢谢大家